工地频频出怪事 明明加满了油 油箱转天又见了底 第一天晚上加的 加了个号第二天早上干活 结果第二天早上全偷了 停靠的大火车 满箱的柴油不翼而飞 外面它那个车子 它一开那个抽油器 它就把油就抽走了 监控录像中模糊不清的车影 搭配都是固定的 一般两人 两个人一组 不屑追查 警方锁定一群人的藏身之处 通过视频追踪到我们辖区 一个叫张冠营的村子里面 警方集结 游耗子们束手揪起 突然包围他们的站住地 对他们集体实施了这个抓捕 这是云南松明一家企业的 监控录像拍到的 画面中一名男子从大学 本集结 每次出现都戴着鸭舌帽 口罩 难以看清他们的面部特征 那么偷游的是一群什么人呢 事实上在当地发生的柴游被偷的案件 远不止刚才看到的这些 松明县位于云南省中部隶属昆明市 素有滇中粮仓花灯之香 龙狮之香的美誉 2020年4月正当疫情形势有所好转 人们生活逐渐恢复正常之时 县公安局接到报警 一些工地上接连发生了被盗案件 民警来到被盗的工地 从安保人员口中听到了令人不安的情况 陈师傅说 在过去的一个晚上 工地上有三台工程机械中的油料被抽空 损失油料17800升 价值近万元 查看工地的监控录像 他们发现凌晨4点之前的没有什么异常 4点之后 因为工地上停电了 监控录像没有记录下任何内容 直到早上6点 他们发现油料被盗 据此他们推断 柴油被盗的时间 应该是在凌晨4点到6点之间 我们这个工地 起码我们老板妈不得 工程又不得掉了十万以上的绳势 这已经不是工地第一次被盗了 之前几次被盗都没有报警 这次实在是被偷怕了 才决定报案的 而就在相距不远的另一处工地上 在同一天晚上也遭受了类似的情况 于师傅告诉民警 本来受疫情影响 工期就耽搁了 终于可以复工复产了 工地上安排前一天晚上加满了油 想着第二天抓紧干活 哪里料到第二天所有工程机械 都无法正常工作 这家工地一晚上被盗的柴油打两千多升 损失超过一万元 柴油被盗了 建筑工地只好组织人员再次购买 在等待加油的过程中 工人们只能被迫停工 去马聪回忆 案发当晚 一个工人发现了异常情况 可还没来得及看清对方的车牌 盗游贼就上了车 很快就消失在茫茫夜色当中 马聪向民警提供了一段监控视频 画面显示的时间是在凌晨5点38分 由于监控弹头架设的位置比较远 通过画面只能隐约看到一辆汽车 停靠在一台挖掘机旁边 不一会儿这辆车打开了车前灯 消失在画面当中 柴油被盗的工地还不止这两处 考虑到案发时间比较接近 警方怀疑这可能是一个团伙所为 从一处工地上掉去的监控画面中 民警发现一辆银灰色的帕萨特脚车 深夜出现 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通过查阅进出案发现场卡口的监控 民警发现坐在可疑车辆里的是两名男子 路过卡口的时候 他那个遮阳板就放下来 然后驾驶员和坐在副驾驶上的人 都是戴着口罩戴着帽子 这个情况我们就觉得很可疑 有了车牌 下一步的侦查就有了方向 可是民警调取车辆信息时 一无所获 发现这个车牌没有任何车辆信息 可以确定这个车牌 就是一个完全的假车牌 嫌疑车辆使用的是套牌 侦查工作一直难以推进 而其他的柴油被盗案件 侦查进展也不顺利 办案人员在一起重新分析案情 这个时候有人想起前不久 办理的另外一起案件 一段时间以来 有不少货车司机向松明警方报案 反映车内的柴油频频被盗 停靠在这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内 或者是国道路边 没有人员看守的这一部分 货运大货车 松明境内有银昆 杭瑞等高速公路 还有多条国道 省道路往发达 交通便利 按照昆明市区货车现行规定 货运车辆每日22点至次日7点 才能进入昆明市区 松明距离昆明市区只有50多公里 因此不少驾驶员 都会选择在松明服务区 或者在松明县境内的一些道路旁休息 等到了合适的时间再进城 然而等他们一觉醒来 经常发现油箱被撬 车油箱内的柴油空空如也 通过这个长途的这个开车驾驶 应该说是比较疲劳 停在路边基本上都是休息 这个时候基本上在车上都睡着了 驾驶员 好多到天亮才发现油被偷了 有驾驶员向民警反映 他们跑大火车运输一般就一个人 因为是在外地人生地不熟 因此即便有时发现 窃贼正在作案也不敢置之 作案的时候被驾驶员发现的时候 他就会挺而走险 用乙烟器械威胁驾驶驶员 让驾驶员敢怒不敢言了 就是眼真正地看着自己的柴油 被他们盗走 这是一家物流企业的停车场 这里原本安装有防盗网 但即便是这样 停靠在围墙内的大火车也未能幸免 调看监控画面他们发现 在这天凌晨1点58分 有两个黑影闯了进来 他直接把这个围墙 下面那最底的那一层把它剪断了 然后把它伸上去 那个人就侧面 侧面就翻进来了 然后同时那边也有一个人 也是同样的方法 两个人进来的 监控画面显示 两个黑影来到了这辆大火车跟前 在驾驶室靠后的位置停了下来 这里正是汽车油箱的位置 不一会儿 这两个黑影又来到了另一侧的油箱 然后他就用他的工具 把这个油箱给撬开 撬开之后 然后他就把管子插进去了 然后他肯定会有对应的 外面他那个车子 他一开那个抽油机 他就把油就抽走了 不到一分钟 围墙外突然闪过一丝光亮 应该是汽车的车灯 很快 车灯就从画面中消失了 对物流公司是一大损失 他们要重新买油 第二个 他们在我们这个地方油丢了 我们就要进行一定的赔偿 停靠在这里的大火车 都是等待运输饮品的 多的时候 一个晚上被盗窃柴油的货车 多达物流量 这不仅直接造成了 大火车司机的损失 也间接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秩序 对我们这个复工复产 影响非常之大 对我们整个公司的生育 那个供货的及时率 肯定会受到 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说起这些偷油贼 当地群众既气氛不已 又无可奈何 只能寄希望于警方 尽快破案 有牙切吃的黑马那种 就是巴不得就一碗打尽 我们希望那个能够早日的 那个公安能够把这个案子破了 把这把油耗子绳子一发 频频发生的柴油被盗案 对当时方的生产造成不小的影响 那么这些案件是同一伙人所为呢 还是各不相干的 专案组展开了全面调查 通过对线索的梳理 从中有了发现 监控画面中一个精心伪装的身影 因为他们作案很隐蔽 一般就是采用戴帽子 戴口罩 警方出击 一个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被破获 抓获了涉嫌盗窃燃油的 也就是所谓油耗子 犯罪嫌疑人 疏人 击捕盗游贼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这是又一起柴油被盗案件的监控画面 此时是凌晨三点多 画面中原本停着一辆大货车 一辆黑色轿车经过的时候 突然停了下来 没过多久 这辆轿车倒车停靠在这辆大货车旁边 犯罪嫌疑人如果发现目标之后 他们会放慢车速 然后就是停靠在车辆的车尾 轿车停好之后 车上下来了一名男子 下车之后 他首先来到大货车的驾驶室 应该是想要弄清楚车内的情况 副驾驶的这个人 他就会下来 下来之后 他就会观察大货车上面 驾驶员的情况 到这个时候 犯罪嫌疑人 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第一步 此时另一身影出现在画面中 两个人似乎在说着什么 搭配都是固定的 一般两人 两个人一组 短暂沟通之后 只见这名男子 在油箱部位蹲了下来 手上有些动作 然后他们就会用自制 特制的工具 然后把那个油箱 油箱盖 把它撬开 撬开油箱盖之后 这名男子拖着一根油管 出现在画面中 然后坐在车上的这个人 就会启动车内的这个抽油泵 然后就抽油 凌晨3点48分 距离油管放入油箱不到两分钟 这名男子起身 将油管收回车内 民警调取了现场附近夹口的照片 通过对案发时间段 经过车辆的逐一排查 这辆黑色帕萨特脚车 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查询车辆信息 发现这辆尾号为32的车牌 原本登记的是一辆长安排轿车 也就是说 车辆与登记信息并不相符 它经常就变换那个牌照 变换牌照还是假牌照 让我们难以把握 它这个车的信息 民警对嫌疑车辆的活动轨迹 进行了梳理 发现这辆车经常出现在 杨林镇的一个视频卡口中 通过视频 追踪到我们辖区 一个叫张冠营的村子里面 发现这辆车进去之后 就没有开出来 张冠营村位于松明县杨林镇 通过视频追踪 民警发现 这辆黑色帕萨特轿车 几乎每次都是从这里出发 在实施盗窃之后 又回到了这里 这跟之前查证的 前往工地实施盗窃的 银色嫌疑车辆的活动轨迹 十分相似 两辆嫌疑车都是深夜出发 犯罪嫌疑人作案目标 都是柴油 盗窃手法类似 种种迹象都表明 这一系列案件 很可能是同一伙人所为 警方决定定案侦查 警方随即将调查的重心 放到了张冠营村 为了摸牌情况 这天几个穿蝙蝠的民警 来到了村里进行秘密调查 村民们反映 不久前村里来了一些 外地的年轻人 在这里租了房住了下来 平日里这些人 很少与村民打交道 村民们并不清楚 他们究竟在忙些什么 村里的居住条件一般 但交通十分方便 旁边有高速路 然后还有其他公路 几条公路应该是四通八达 那么村里出现的这些年轻人 会不会与系列柴油被盗案有关呢 在走访的过程中 一个异常情况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突然就路过一家 它是一道捷链门 类似一个车库 就是卷链门的这个样子 一走到我附近 就是一股很浓的柴油味 透过卷链门的缝隙 民警发现 院子里停放着一辆黑色轿车 民警分析柴油味 应该就是来自这里 炕了 就是我们监控抓拍 反映出来的那张帕萨特 这所房子很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的租住地 在村里 其他几处犯罪嫌疑人的出租房 也被民警一一掌握 随即 警方安排了多组侦察员 对这个窝点进行了蹲守 这辆银灰色的斯科达轿车 进入了侦察实现 民警注意到 在银色斯科达轿车上 车内的人并不戴口罩 但上了黑色帕萨特轿车后 俩人就戴上口罩 放下遮阳板 应该是怕被人认出 调查还发现 经常使用这辆斯科达轿车的 是一个叫封晓明的人 封晓明1987年出生 贵州省紫云苗族不一族自治县人 通过对封晓明社会关系的排查 警方掌握了这个团伙的人员结构 他们是以一个叫封某的男子为首 然后两两搭档 就是两个人开一张坐摩车了 手底下总共有五辆偷游车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 犯罪嫌疑人盗窃柴油后都会尽快变现 因此在这个团伙中一定还有负责销售的人员 民警在蹲守过程中发现 有两辆卡车经常出入犯罪嫌疑人租住地 跟踪调查后 终于在昆明社关渡区的一个偏僻的村子里 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囤放柴油的窝点 作案得手之后就会把他们作案车辆开到这个地方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他们的那个囤油点 里面就是摆的二三十只那个油桶 在掌握了团伙的成员结构 藏身窝点 赃物存储地等基本情况之后 警方觉得收网的时机已经成熟 但选择在什么时机下收网 还是需要慎重考虑的 这一类嫌疑人在面对警方的围堵和抓捕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束手就擒 他只要有一分的希望 他都要驾车逃跑 如果犯罪嫌疑人实施盗窃后 警方再实施抓捕 嫌疑车内必定装有不少柴油 这无论是对犯罪嫌疑人 还是对抓捕民警都存在不小的风险 警方需要确保万无一失 而通过之前的跟踪调查 侦察人员发现 这些犯罪嫌疑人外出作案之前 经常会选择在傍晚时分集中就餐 显然这是抓捕的好时机 傍晚他们的人员就相对比较集中 集中到他们的出租房里面 一块吃晚饭 那么这个时候很便宜 我们进行包围抓捕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在这个时间 来进行统一抓捕行动 2020年5月9日傍晚 在宽明市公安局的统一指挥下 警方集结了50多名警力 兵分多路展开了行动 在这次抓捕行动中 警方一共控制了15名犯罪嫌疑人 缴获作案车辆五台 运游卡车两辆 那么这些人是怎么想起干这种事的 他们盗窃的柴油又销售到了哪里呢 一个屡教不改 有多次犯罪前科的犯罪嫌疑人 他以前也是盗窃柴油前科人员 曾被判过两次刑 辗转一圈 被偷的柴油又重新流回工地 贪图便宜 所以给犯罪分子 作案又提供了一个屠杀 在杨林派出所 记者见到了被查扣的作案车辆 这辆越野车是最近改装的 和停在旁边的帕萨特轿车相比较 这辆车后排的空间更大 疑似盗窃的柴油也更多 为了加固 犯罪嫌疑人还用铁管焊成了一个笼子 院子的一个角落是修理铺 是犯罪嫌疑人专门用于 作案车辆的改装和维修的 这辆车的后排被拆空了 只有用塑料薄膜做成的袋子 上面连着一根油管 在副驾驶位置上 有一把破拆钳 车里放着犯罪嫌疑人 经常使用的鸭舌帽和一副车牌 让人感觉不可思议的是 就在这个满是柴油的车里 民警还发现了几根香烟 一个烟蒂和一个打火机 燃油如果摆在这个车里边 对公共安全是有一定的隐患 显然这些危险的隐患 没在犯罪嫌疑人的考虑之列 而在这一团伙成员中 犯罪嫌疑人风小明的作用 在警方看来最为关键 资料显示 在2014年11月 风小明就因犯盗窃罪 被云南安宁人民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 2017年4月他再因犯盗窃罪 被云南省富明县人民法院 判处一年六个月 算上这一回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 因为涉嫌盗窃被警方抓捕了 风某一开始 也只是盗窃团伙当中的 一个小角色 他也只是普通盗窃柴油 当中的一份子 他以公安机关的较量当中 他也慢慢掌握了 一些犯罪的方法 以及消灾了渠道 警方认为在整个团伙中 风小明是盗窃柴油团伙的头目 他27岁就参与了盗窃柴油的犯罪活动 两次出狱之后 风小明仍然继续干着偷油的不法勾当 他先是从二手车市场上 以5000到1万元的价格买来救车 然后进行改装 作案车辆的维修 车库的租用 囤困点的租用这些 最后他再负责分赃 2020年初 也就是第二次出狱之后几个月 风小明就叫上了自己的堂弟 风小邪 从老家召集一帮亲戚老乡 来到松明 风小明不仅给安排住的地方 还亲手传授犯罪手法 以及如何规避警方的打击 他亲车熟路 以前也做过这些案子 所以他有他的门道 其他人又没有销路 只有风某有销路 所以这大人就心甘情愿地 投靠他这里 到2020年4月间 这个团伙的成员基本固定了 这个时候 风小明也不再亲自出马 而是在幕后遥控指挥 就纠结了一帮他的亲戚 老乡 朋友 然后慢慢地 逐渐地 自己也成为一个犯罪团伙的手里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 这个盗窃团伙开始以松明为中心 沿着公路盗窃柴友 他们是以这个旗艺为辐射 可能总的就延续到 辐射到我们昆明的周边 甚至昆明 云南省的 昆明以外的其他地州 比如草雄 义西 取军 他们都到过这些地方作案 大多时候 经过一夜的流传作案 到了第二天清晨 几辆倒油车都会满载而归 他们就会把车上的柴油 卸到这个堆满油桶的房间里 之后 一辆白色相识货车 再把柴油拉走 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 这张130小货车就会到囤油点 把这些油转运走 运到一个叫关渡区 一个叫阳头庆的村的地方 到一个出租房里面 相识货车最终会把柴油 拉到这个院子里 院子里放着一个大型储油罐 另一个角落停着一辆白色相识货车 打开车门 里面也有一个油管 车厢尾部有一个加油枪 平日里 这辆车就是一个流动的加油站 张晓飞 湖北人 是这辆流动加油车的主人 据他供述 自己本来在昆明做柴油批发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认识了封晓明 后来他得知 对方正在为肖赃找出路 俩人一拍即合 封晓明团伙盗窃得来的柴油 便以每升3.6元的低价 卖给了张晓飞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 顺利的时候 他们每辆车一个晚上 能盗窃800升到一吨的柴油 非法获利不在少数 一天晚上几千块 这个收赃的张某 他供述就是三个月左右 就顺利润就有6万多块 那么这些被盗窃来的柴油 张晓飞最终又卖给了谁呢 4块左右的价格 就卖给工地 建筑工地 以及其他路过的大车驾驶员 大车司机 这听起来多少有点讽刺 这些原本从建筑工地的 工程机械里 以及大火车油箱里 盗窃得来的柴油 经过一番操作之后 又回到了大火车的油箱 和建筑工地的重型机械中 只不过一些工地和司机 占了小便宜 而另一些却吃了大亏 他们的主要还是贪图便宜 所以给犯罪分子作案 又提供了一个土壤 还有一个温床 在办案过程中 还有一个现象 引起了警方的关注 嫌疑人交代的案件 我们找不到实主 就说明也有好多 这个驾驶员没有报案 原来让警方感到遗憾的是 犯罪嫌疑人交代的几起 发生在高速公路服务区的 柴油盗窃案 却因为被害人没有报案 而无法处理 被盗的一些大火车司机 因为部分人有赶时间等等 还有部分人是因为怕麻烦 因为要配合公安机关 进行相关的一些工作 显得也没有报警 经公安机关查证 这个盗窃团伙前后涉嫌 作案十余次 2020年12月31日 法院审理后 作出一审判决 方小明等被告人 分别被以盗窃罪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被判处两年九个月 至一年的有期徒刑 盗窃时间正值 全国疫情形势严禁的特殊时期 对复工复产 造成一定不良影响 因此法院认定 各被告人的犯罪 主观恶性 社会危害性大 从严陈出 有个预言 大家还记得吗 老鼠偷油的故事 讲的是老鼠偷瓶里的香油 越偷越胆大 留下的香油痕迹 也越来越多 最后被猫顺着痕迹抓住了 命就送在这偷油上 预言虽然是虚构的 但道理是真实的 想想今天案子里的这些偷油贼 明明知道干的是坏事 还越干越来劲 后来甚至到了 明目张胆的地步 当然 他们最终的结果 大家也都看到了 一句话 自作自受 好 感谢收看《静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